这是内蒙的花友寄过来一个佛手啊 然后呢养的不咋地了 他可能是看到我们之前给有花友救护那个佛手的视频了 然后呢他也寄过来了 然后呢内蒙的花友很有心寄过来一个内蒙的特产 是活的吗 是不是内蒙的小羊羔啊 先看看 抱不及待了 我也不知道 内蒙特产不就小羊羔吗 羊羞啊 羊羞啊 哇哟 他这个是得过红蜘蛛啊 你看里边已经被吸食的斑斑斓斓了了 这个位置 奶茶 好干正事 干正事 固体饮料 有点有点酸 不过我很喜欢 这期视频就差不多到这了 然后总结一下 奶茶的味道有一股炒面的味道 就很像小时候炒面的味道 想起来奶奶一般的感觉了 味道很鲜美很醇厚 然后这个奶干非常有嚼劲 有一点点酸但是我很喜欢 非常好吃 我们俩孩子来吃 好 这视频到这了 想要具什么东西吃的错吧 可以资讯我们后台 对 还没办中事了 还没办中事了 对 还没有别人弄花了 你好花哟 我好喜欢 然后这个花是得过红蜘蛛 叶子背面被吸食过 只有满虫类的或者红蜘蛛类的才会这个样子 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叶子给它去掉 这个花包也不让它开了 上面是相同的道理 没有办法 佛手的生命力会很强 这上面全部都是雅典 简开看一下它 养护 潘蓬来多久了 两块钱 你给它判断一下哪回事 随大 随大闷根 你看我们潘蓬都知道了 用它的土没毛病啊 杀土 花儿们在种花的时候 表面上不要敷一些烂七八糟的东西在上面 没用的 闷根 你看这个是洗根还是不洗根 其实不用洗 它这个杀土是那种细杀 不用洗也可以的 这个无所谓的 然后咱们把表面的一些土已经去掉一部分了 接下来咱们继续入土就好了 用到的还是老花一的通用配方土 先垫入一部分底土 反正话说老花一 我看你有时候垫槽里有时候不垫 这个你为啥呀 我主要是为了让它底部排水透气 如果盆子很深的时候 我就会垫 如果盆子不够深的时候呢 我就会像这样一样 把这些细的土稍微塞出来一部分 留些粗颗粒在下面 让它透气不就行了吗 对吧 这个东西就要人穿鞋一个道理 主要是排水和透气 根部 咱们养花的时候这个根部很关键 如果说不够排水透气的话 它就会闷筋 所以说花儿梅也要盖它这个点 老花一的这个土呢 是不参与要抗筋松针的 很多人参与要抗筋松针 要抗筋松针不是不好 那玩便宜 埋的时候不要太深 再加做一部分土 你话说老花一 你这不埋挺深的吗 你这稍微往上提一提不就不深了吗 对吧 然后稍微压实一下 不用压特斯差不多就行了 加了浇水 浇水的时候呢 往水里面加入一些生根液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什么杀菌的了 因为它没有烂根 会玩的强力生根液 养花用会玩 省心又省心 这一遍水是必须的 这是一遍醒根水 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就给它放到这个位置 跟这个佛水放到一块就行了 在前段时间花儿 寄过来的佛水 要打一下药了 然后呢 咱们找一个喷壶里面用一点点的水 加入一些个药 给它稍微喷一喷 不要放太多 放几滴就可以了 放个两三滴就够了 我用的是先趴的小红帽 也是钻蛮纸 专门杀灭红蜘蛛的和满虫的 像这种喷药的时候 可以往这个水里面加入一些个营养液 或者是你们加入一些101都可以的 我忘了加 就你们一盖它这个点就行了 好了 别的没啥了 这个花儿的花呢 希望它早日的康复 如果说想要寄养的臭宝 可以施行我们的后台 吃老花衣 养花最长衣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喂 嘿嘿 嘿嘿